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好 首先呢 我们把这个ret给干掉 然后我们再去创建一个新的文件 比方说我们在这个目标下面创建一个新的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呢 我们可以叫views 就是我们的具体放我们的模板 然后这里边呢 我们先创建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呢 我们可以叫home.html 好 然后呢 我们创建一个html的模板 然后在这body里边呢 我们可以写入一个首页 然后在这下边呢 我们可以通过image.src这个属性 然后传入我们当前的 刚才我们创建好的那个叫 叫做就field.js里边 我们创建一个路由叫read.image 在router里边 我们有一个image这样的路由 所以呢 这里呢 我们输入一个当前文件下image 那这里可能有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加载多个图片怎么办 我们可以通过传入参数 这后边输入一个文件的名字 然后进一步处理 因为这个呢 我们还没有涉及到如何去读取或解析一个参数 这里呢 我们就写死成一个当前的一个image的一个请求 好了 这个atml我们创建好了以后呢 在我们router里边要去做一个处理 也就是在这儿 我们不是去read一个首页 而是去对一个文件进行读取 所以我们在file.js里面呢 再去创建一个读取文件的一个操作 我们这里边可以写一个readfile 这个readfile呢 我们之前已经接触过如何去读取和解析一个文件了 我们需要传入一个参数file 读取的文件 还有res 还有req 就是request和readfile 好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具体的readfile里边呢 去做文件的读取 我们可以调用一下fs的readfile 好 这里呢 我们传入一个读取文件的名字 然后第二呢 就是读取文件的格式 我们可以使用utf-8 然后我们再去通过function 然后传入我们的error 然后再传入我们的data具体的这个文件内容 好 在这里边呢 我们可以先去做一个错误的处理 如果是发生错误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就抛出这个错误 然后我们在下面 我们可以调用一下res的readhide这个方法 这个readhide呢 我们可以实现把它写好 200 然后呢 因为它是个html 所以呢 我们这个continutef的内容呢 应该就是我们的text html 然后 我们可以给它一个编码 xset等于 utf-8 好 写完head以后呢 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具体的去write我们的内容了 好 我们write一下我们的data 然后呢 最后我们再res一下end 好 这些我们都写完了以后啊 嗯 其实我们可以在前面就不用再去做我们的这个处理了 我们可以把这两行先删掉 因为这里边我们可以在里边统一处理 然后我们把这行也没用的删掉 好 删掉以后呢 我们这里就是干净的路由的请求了 然后我们当请求到我们的home的时候啊 我们就去调用我们file这个readhide的内容 所以我们在这个里头呢 去引入我们的那个file 把file我们就引入了 然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边直接的去调用一下我们的这个file下的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的readfile这个方法 好 然后我们给readfile传入一个文件名和一个具体的内容 这个文件名呢 我们就可以传入我们这个当前文件夹下的vils下的 因为routers是在这儿 这儿应该是上一层就是上一层的vils下的home点 可以贴Mail 然后第二个参数呢 就是我们要给它传入进去的res和req 好 这个呢 我们在jfile.js里面做res和req的相应的处理 好 那我们这个写完以后 其实就能够去读取我们这个文件了 那我们这里的图片呢 是通过readimage去读取的 那我们来看看这里的readimage 刚才我们也已经对它进行处理 注意这里面呢 我们两个head是不一样的 我们读取atml呢 使用的是textatml 读取图片的话呢 使用的是image jpeg 然后我们传入的时候 在具体的read的时候 我们这儿的默认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文本 那如果是二进之流的话 我们需要给它readfile的时候传入两个不同的类型 一个是utf-8 一个是binary 好了 这个写完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具体的页面上去调用我们这个图片 并且显示我们这个文字了 好 我们到前面去看一下 这里呢 由于我们这个路径写的有问题 这个包错 那就是 我们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 就是我们要引入的这些别的文件 因为我们启动的server是启动在我们root-2的gs里面 那么它引用的所有的这个资源都是通过这个文件夹来去找路径的 那我们在files的gs里面我们看到readimage 我们是通过读取的文件 我们在root的gs里面看到它是通过当前文件夹images这么去读的 那我们在这个里头呢 在这个我们的读取home的这个文件的时候 也是要通过当前文件夹的views 也就是相对于我们root-2这个文件的文件夹的views的后面的atml 所以说我们这里边呢要写成当前文件 不要写成点点 不是相对于我们root-2的 好 这个改好以后呢 我们存一下再到浏览器上面 我们刷新一下 看到这里的这个图片 还有我们这个文字就都显示出来了 这个是我们通过我们自行定义的路由来去做的一个网页的显示 我们不会有点免 realidade 请不吝点赞 孙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